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风趣幽默的主持人小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令人彷复的故事 关于微信群里一个抢红包大战的搞笑闹剧 准备好笑破肚皮了吗?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时间在留的阿姨 她在微信群里买菜 准备通过微信红包给卖菜的大哥转账 结果呢 这个红包发到了群里去意外地被其他人抢走了 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红包抢夺战 红包发出后 群里瞬间炸开了骨 大家蜂拥而上 纷纷抢着这个红包 有人抢到后 又因为抢错了 把钱退回了群里 结果群里的另一位抢红包高手 立马又抢走了 这一抢一退 搞得整个群里乱成了一团 这场抢红包大战弄得群里乌烟瘴气 最后再一位顶级邻居发的红包选错了人数 最后红包散落在群里的几个心愿邻居手中 红包的发错和抢错引发了一连串的乌龙 大家讨讨论的不可开交 最后的结局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令人捧腹的视频片段吧 看看微信群里这场搞笑的红包大战是如何上演的吧 知道了知道了 我去送楼上 那是两管62块钱的啊 姐我现在给你发过去 你看一下完了你收了 那就放到你家门口了啊 这红包里也没有钱呢这红包没有钱呢 这也没钱这也没钱 钱跟蒙口了我再说吧 上去 上去 红包里没有钱 没钱没钱没钱 红包上去祝福你老伯娘 红包人都说了一粒完的了一粒完的了 发了一派完 你不用发了不用发了 一会你给我 这谁把这个红包领了然后给发出来 有个小狗的图片 有个小狗的图片 他这红包是给大葱的 给买大葱的红包啊 谁抢了这个红包呢给发出来 这个时代流程给抢去了 你们谁把这个红包给抢了给发过来 这里好好喊呀他给反回来给反回来 你抢的是什么红包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们抢了你红包干嘛呀 你抢了你就给你反过来呀 两个是三个 把两是三都给你抢去了 还没有数值了你抢错了你都给发出来呀 就按权里谁给你反钱抢去 让他给反回来 让他给反回来 他打电话打不通 你说哪有这样的瘾人啊 我给你抢了我给你发过去 我对不起啊 我说布先生你们谁群主发的呢 我给你发过去啊 就把门上窗户开了 给前窗户扔下来 你给我打电话 对不起啊 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给你发过去了 你收一下 但是如意你把这个红包收了 美女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对不起啊 讲话我也不知道是谁这方红包 我让我去抢了一下 给你放过去了啊 嗯 别找我了 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我告诉他啊 我看错了一下抢了啊 不对呀 这红包他七毛一 他七毛一 这啥玩这是 我刚才收完 我现在这方红包 我发了发七毛一 哎呦哥哥 我发了六十二啊 过去了 抢了六十二给你发过去了啊 那是如意那红包发对不对啊 对啊 我抢六十二给你发六十二啊 那不是我闲的 我我我我没要 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六十二 不怕你们谁抢 叫话呢 不怕你们谁接啊 我给你发过去了 给我没有关系啊 谁给你抢呢 六十二红包 我给我大充钱 你们能得随便抢呢 大充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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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往球里发 别往球里发 我就收了七毛五分钱 七毛一分钱 你一会我家的微信 你往微信走吧 那我管不了这事 我这红包发出去 还没有了 一东上 你说人数点错了 你应该发一个包六十二 对 他应该发一个包六十二块钱 他发了六十二个包 发了六十二块钱 你再收回去 把这些包 那个钱 你再重给发一个 他收啥呢 就得明天这个时候 门人抢 他才能返回他包里 我家里微信嘛 你给我扫了 我整不明白了 我本来这么大事整 把他那七毛一给他返回去 让他重发一个包 那自己的红包 自己不就回他自己微信里了吗 这种时候你再重发一个 他自己再抢回去 他自己就回去了 让他自己 谁也别抢 让他自己把那红包自己抢 就抢回去了 然后让他重发 他自己抢不了 就得没人抢的情况下 明天这个时间 都能给他退回去 要不就是所有人都抢了 然后再给他反出来 六十二个包 谁抢多少钱 给他反出来 他抢完之后 他发出来就完事了 把老板再收回 就完事了 他抢什么呀 他发了六十二个包 发了六十二块钱 他应该发一个包 六十二块钱 他发了六十二个包 那那事他抢不去了 就得等到明天了 明天这时候能返回他 是 十一日 那个东盛 你那个接收一下子 我把那一块五毛五的红包 我给你发回去 都在群里都说 那是买大冲的钱 这般人还抢 抢完了 你都给你好好给你发的呀 你发六十二个包 那六十二个人抢 你赶紧收回去 你或者是咋的 你再从里发一个包 我干啥 我就从发一个包 你这六十二块给你发 我怎么管事啊 我不管啊 啥玩意你不管呢 你发六十二个包 那得多些六十二个人抢呢 你就发一个包吧 这些人给你发 抢你红包 给你反过去吧 你再从里发一个 反过去吧 第二天才能给 那个六十二块钱呢 今天他反不回去 明天 这你从发一个 他包第二天不自己 回到那个红包里了吗 不看他明白 拿到红包去抢 就这么办嘛 群里谁高凤哥 出来六十二个人抢 谁抢 谁再发出去完事了吧 就麻烦点 再发出去别门抢了 你让那家二哥收就行了 这都无所谓的事了 麻烦麻烦点吧 谁都帮抢一下 抢一下就都发出来 是吧 就麻烦麻烦吧 你怎么办 点数字都没有 看红包就行 怎么都行 这又谁给抢走了 我抢错了 红包成冲包了 六十二块钱 六十二块钱 谁被抢了 明天拿着给我反过来了 我得给他发吧 谁被抢了 姐姐妹妹阿姨 你拿着给我反过来了 我给他发一个 这是啥红包啊 我又抢来了 这是抢完红包呢 发错地方了 你给发给那个谁啊 给个人 给个人发不就好了吗 全地发不是乱套吗 乱打套啊 你不动手 就不乱套 好了 今天的风趣幽默故事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期待 下一个更加有趣的 底层互害互骂故事吧 我是你们的小文 别忘了订阅 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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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